董 董 董哲 你们认识 算认识吧 怎么了 车祸和他有关吗 现在最难办的就是 当事人还在医院里 事故还无法定性 哦 等一下 你吃醋了对不对 葳葳几情人为我吃醋了 我刚才啊 是因为季寒的衣服 出了点状况 所以我才抱了他 你这小肥醋 吃得真有道理啊 但是我喜欢 你吃醋是不是因为 特别喜欢我呀 我该怎么捧你呢 买衣服 买裙子 书表 这样 干脆啊 你直接嫁给我吧 唐小姐 要不你还是先忙吧 对了 孙经理在哪家医院啊 我去看看他吧 对了 事故的原因 目前正在调查 因为涉及到唐小姐 以及您的店铺 所以在事情 没有查清楚之前 您的店铺要暂时休业 麻烦您配合 谢谢 不客气 我去 医生 病人怎么样了 病人现在情况不太乐观 轻度中风 加上车祸之后 情绪有些激动 什么时候能行 还不好说 谢谢医生 没事 凌晨 凌晨 你找我来干什么 你不是答应来陪我挑礼物的吗 挑礼物啊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不是 我挑你个头啊 你连人家喜欢什么都不知道 还舔着脸要求婚 干脆我把你肋骨拆了 狗骨头的戒指 你一个 我一个 呸 他一个 别闹了 帮我想一想到底怎么办 选什么 我怎么没想起来呢 送钻石戒指啊 一颗 用流传啊 灵人 你去哪儿 两位好 好 想看点什么 看戒指 想要什么价位的呢 水贵的 您看这款吧 这么粗犷的吗 一般男士的戒指都比较朴素 如果您想要其他款式的话 我们这儿可以给您定制 男款 我们要看女款 对 您不是在给这位先生看吗 你看我像品味这么差的人吗 你小子是 如果是女士的话 请看一下这款吧 好 这就它了 麻烦您说一下纸围 什么纸围 你不会 不知道薇薇姐的尺寸吧 什么尺寸 老板 这些都坏了 扔了吧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 又弄停宴了 唐薇薇 你是不是穷疯了 我们不就有点小过节吗 你至于找人来讹我呀 十万块钱 你见过十万块钱吗 你赶紧把那个破饰品给我交出来 要不然我们法院紧 董先生 你是不是对我店的定位有问题 我这里是甜品店 不是精神病院 你可以不要每次过来这里都发疯吗 我有修养 我不理你 那不代表我每次都有 董哲 你有胆子还敢来呀 是不是没被打够啊 你 你给我住手 你等着你 怎么样 我是不是来得特别及时 凌燃 你捣什么乱 我这不是捣乱 我这可是在帮你 我不需要 你去找季寒吧 唐薇薇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山心小乘促 别 别别别 这样 那我明天来 有惊喜